正如我開始的播片跟大家說 希望跟大家鼓勵一下 打客氣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雙信》 其實我們每一年都有一個主題 曾經有夢想、有希望 我來之前計一計 距離考DSC的說話 七十幾天 一百天都不夠 我很想藉著這個活動 我們籌備了這麼久 台前幕後 你想想 組織每一份soul 跟別人復場 影響很多很多東西 我都很想跟大家帶出一個信念 就是相信 相信 對我來說 它似乎有不同的解釋 有不同的意義 但我想 第一層 我們應該要相信的是自己 我記得我 一、兩、兩月之前 看Facebook 錄到一個說張偉健 大家知道誰是張偉健嗎? 一個沒有頭髮 一個光頭的藝園 一個沒有頭髮的碎 一個光頭的藝園 他在內地的那些 所謂的talk show 做一個教練 他說回自己 以前曾經紅過 低潮過 最紅是甚麼時候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有沒有看過 西遊記 當時他做書不紅 他做完之後 紅了 有一天 內地的片酬 就找他談些片酬 談片樣 一邊的片商 找他談談談談 那張偉健自己說 他開了一個很合理的價錢 那對方就說 你憑甚麼? 你在香港紅 不代表你在大陸紅 你身上如果沒有毛的話 沒有人認得你 你只是做過輸網 需要紅 最後 張偉健跟著這一句 提防談 他用這個動作去提醒自己 原來我如果肯做的話 我是可以的 今次今晚他在內地 talk show 做教練 做主持 終於成功了 當初人家對他會懷疑 他後來憑著 相信自己而成功 坐下位鐘和考試很大壓力 你要相信自己的時候 都要相信別人 相信你的老師 相信你的同學 相信你的家人 我以前看過文言文的故事 都是這樣的 爸爸知道我兒子在打仗 很危險 兵空戰危 他跟他說 喂 我給你一支箭 駕泉至寶 這支神箭 很厲害 給你一支箭狼 你帶著他 但是千萬不要用 會保佑你殺敵 平安回來 兒子拿著這支箭 他很戰場 幾經辛苦 贏了 回到家 我看一支箭 那支箭 是沒有箭球 斷了 他憑著相信爸爸的一番說話 憑著他相信別人說過 對他自己能力的肯定 他在沙場上面 平安回來 相信自己 相信別人 因為我們相信 相信這個詞語的最後最後最後的階段 是可以改變未來的 三個人在游牆 你問他 阿甲你在做什麼 我游牆 阿玥你在做什麼 我建一棟高樓大廈 你問阿炳他做什麼 我建設間一個城市 十年後 阿甲仍然在游牆 在不同的地方 阿玥 不是了 他做了工程師 在房間裡說土質 阿炳 是他們的老闆 因為相信 所以你們一直堅持 於是最後可以改變未來 我是很多餘的說這些 為何要準備一個這樣的活動 為何要說這些話 沒有意思的 直接說不到的 但要跟大家去找這些 去為大家籌備一做講座 一場分享 我很想帶出就是 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要相信自己 相信別人 改變未來 這一年我發生了很多 我覺得很不幸的事情 剛才23號 我才跟學校的一些同事說起 我買了一堆議員 家裡突然暈了 新聞 自己的聲帶口視 在眾多位同學都曾經 不開心過 我錯誤過 被人懷疑過 但這個過程 這一年 我沒有懷疑過自己 從來都沒有 如果現在我會有 拿著石頭問我 你信不信石頭會開花 我一定答他信 因為我會拿著石頭過來 自己將它造成一段花 相信的意義是希望的存在 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帶給大家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希望你們相信 只要你肯努力肯改變 我們會陪你們一起走這條路 一點都不容易 但一定有出路 所以一直以來 我相信我自己 我相信我家人 我相信我同事 我相信我們不會一位 在座的同學 我希望你們 都跟我們一樣 努力用心 走下去 多謝 謝謝 最後呢 我很想藉著這個小小的福牌環節 講一下感性 其實 可以開燈的了 我也有點慘了 其實 搞到我的眼淚濕濕 其實主要是光線問題 我其實很想送一個 一件禮物給大家 作為每一位青人 就是 一件 在身上找得到的東西 我決定取衣服 我給你掌聲 取衣服 意外 解釋 解釋 你的時間 下一件是甚麼呢 載了這麼多位同學 你們走的時候 要記住去Lobby 知道嗎 因為 我要出錢 對不起 OK 給你掌聲 我們絕對沒有掌聲 我這件衣服 沒有掌聲 我看一下 我有的 OK 裏面是一件T恤 來的 這件衣服 引了我們今天的主題 引了我們整個 等一會 就是這件T恤 就是這件T恤 我希望 我接著我們整個 值得的sword 我希望這件衣服 有我們的字 就是賀面寫了 OK 我相信冠牌 花會開得愈化挺筆 亦都有我們整個logo 希望每位走的同學都會拿到一件 當然我手上 我手上 我身上穿這件 我這麼多肌肉 是要穿中馬的 OK 那康本上 我們準備有加加大給他 聽來那些 狀況 那些高度問題 就是 說笑 我希望大家一會走的時候 去Lobby 都可以拿一件 送給大家的禮物 Thank you 再一次多謝